花莲市公有零售市场线外观摩交流 22号前往台北水源公有市场进行参访 花莲市长魏嘉贤指出 这座市场的经营内容琳琅满目 完全超越一般传统市场的规模 而且提供高效、友善、便捷的购物环境 这都是市工所未来整顿市场的参考点范 位在于台北市中正区的水源大楼 一、二楼为传统市场 营业种类多样 不管是要买生鲜、蔬果、杂货、美食等等 全都应有尽有 还有修改衣服、美容、美发、五金器具等多元种类 也因此吸引到不同年龄层都会前往消费 参观了那个秀峰市场跟水源市场 发现呢他们北部的市场 他们在使用的台湾配跟Live配 片子支付方面 他们都几乎是每一摊都有参加 那像我们重庆市场是在去年 只有30摊的摊商参加这个电子支付的 希望这次回去可以藉由这次我们宣外观摩的活动 然后让重庆市场可以就是说 在电子支付这方面可以让更多的摊商参加 那今天来到水源市场真的是让我们比较大开眼界 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生鲜啊杂货也都是很 虽然就是也是有点像传统市场可是也是很干净 然后摊糟也是很整齐 那再来一点就是他们有 当然是大都会有那个冷气啊空调啊 这一点我相信民众应该在夏天的话 会非常喜欢到传统市场这个地方来 那还有他们的名摊 他们包装的方式标示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相继在21号参访完新北市细子区 秀逢公有市场之后 外联市公有零售市场先外观摩团 22号接着参访台北市水源市场 受到台北市政府市场处 商场股掌合计仓及总干事舒立华的热情欢迎 那也非常感谢台北市的一个市场管理处 跟我们的一个自治会来介绍 我们相关水源市场里面的一个摊位 及一些特色的亮点 那也跟大家报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几个油烟设施的摊商里面 他们做静电式的一个油烟设施 还有一个水起式的油烟设施 未来都可以给我们 不论重庆市场也好 中华市场也好 大同市场或者是复兴市场 几个我们大的一个市场摊商 或者是四八市场 来做相关的一个参考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说 在花莲能够让所有的市场的摊位 能够大要进 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些年轻人创业的一个摊位 也许它可能是路边的流摊 未来几年之后可能变成一个名摊 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协助这些青年朋友来做经营 那市场不只是传统也可以很创新 未来我们会朝这个方面来继续的来推动 年轻人进入市场 不只是买菜也可以在市场里面做生意 如果在市场内设有餐饮摊位 难免要面临油烟问题 不过在水源市场就有好几台水木抽油烟机 业者表示水木市抽油烟机是用水过滤油烟 可以有效过滤掉油烟中95%的油 让排出去的烟更为干净 也对于环境更加友善 市长威佳先表示 这座市场的营业内容琳琅满目 完全超过一般市场的规模 而且还提供高效率友善便捷的购物环境 这些全都是市工所为来整顿传统市场的参考典范 记者徐立芹台北市报导